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更容易在底边和转身时受伤 霸气的背后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付出 T11季女子400米冠军刘翠青 年幼时就展现出运动天赋 但十岁一场意外导致她双目失明 但她没有放弃体育 一条10厘米的牵引绳将她与领跑员徐东霖连在一起 这一连就是八年 八年间又随心凭借这条绳子感知距离和坡度 这条普通的牵引绳对两人来说是眼睛 是方向更是一种守望相助的信任 网友将此称为你是我的眼 这样一种坚守让我们动容 女子41公斤级举重冠军郭领令接受我们专访 她的一句话让很多网友感动 别找个参照物就心安理得了 这让我想起法国哲学家加密的一句话 唯有抗争才能发现活着的意义 她的不屈服不妥协 在挑战中前进在困难中突围 才打破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 我还想起国际残奥会主席帕森斯 在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上的一句话 如果世界曾给你贴过标签 现在你要重新为自己贴上标签 残奥精神总让我们泪目 因为这种肢体内心深处的感动是共通的 在挑战中重新定义自己